如果刑侦系列的电视剧也来个论字牌呗 《末路1997》我认为是爸爸 《一二一枪杀大案》是爷爷 《三八大案》是当之无愧的老祖 有很多瞬间让我觉得这就是现场的第一视角 年代敢扑面而来震撼至极 你或许不曾看过该片 但是你绝对看过系列主犯在图索牛羊前夕的真实采访 孙德林 汪家人 汪家里 孙德颂 王文旭 1996年3月7日 汪家人上线 在沈阳市第一饲料厂门口 保安拦住了形迹可疑的汪家人 汪家人在团伙中的岁数最大 这是他的劣势 也是他的优势 他的面容和善 老太隆忠 很容易就让人对他放松紧闭 他对保安谎称 二号车间有一个叫孙喜的人欠了钱 他是听说厂里今天发工资 所以才赶过来的 保安职责所在 当即就将汪家人往外赶 汪家人是一计不成再生一计 他对保安说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不进去了 不给你了麻烦 但是 你告诉我你们厂是哪一天发工资 我再来要钱 你看这样可行吗 保安摇摇头 手上的动作没有停下 汪家人仍不死心 他在厂区门口来回踱步 时间不大 一个与其岁数相当的男人走了出来 痴人嘴软 拿着手的 汪家人给男人递了一支香烟 寒暄几句后 他问了与方才同样的问题 你们厂几号发工资啊 男人不假思索的说的 8号 8号发工资 1996年3月8号 五十 沈阳市于洪区大宝村附近 报级14小时 按照计划 几人抢劫了一辆出租车 该说不说 90年代的出租行业 真可谓是高危行业 将司机杀害后 几人顺势将其塞进了后备箱 笔直的驶向目的地 饲料厂 上午九十许 第一饲料厂院内 前去取工资款的车刚刚停下 孙德松一行三人 便开始上前抢夺工资款 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能动手绝对不抄上 三声相响后 保安与司机当场死亡 会计身负重伤 一分15秒后 几人便完成了整个犯罪过程 扬长而去 别人 不想聊 不想聊 不要 别人 不要